大家好,我是庄老师 鼻塞鼻子不通气 白天吃饭不伤 晚上睡觉,难以又睡 让人很不舒服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帮助我们的鼻子通通气 缓解感冒或者鼻炎 带来的鼻塞鼻子不舒服的问题 第二个动作就是搓鼻梁 搓鼻梁可以刺激到 上瘾相碎 疏通鼻子向下的经络 让鼻子通气 搓鼻梁我们用食指 就放在鼻子两侧 力度适中的向下搓 搓到鼻子感觉发热就可以了 连续搓三分钟 第二个动作就是点油银香穴 银香穴在鼻翼的两旁 在鼻唇沟中 银香穴是缓解鼻塞鼻子不通气的第一药穴 按油的方法 用食指的指腹按住 稍稍用力往上按油 这样才能真正刺激到银香穴 每次按油三到五分钟 以上就是缓解鼻塞鼻子不通气的方法 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试试 本次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庄老师 我们日常保健中 养胃是不可欠缺的 很多人都有体验过心情不好 生气 情绪不佳的时候 我们往往没有食欲 又或者胃很不舒服 等等的表现 脾胃合成后天之本 胃有问题 脾就会受到影响 脾胃不好了 整个人的身体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胃的问题 其实是身心的问题 顺便向大家分享 在板筋上的养胃高手 就是在养胃的同时 加上点油板筋上的五书 围抱这个区域 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养胃的功效 先脚到五书穴 它在侧腹部 肚脐下四横指 当插前上肌凹陷 横平肚脐三顺处 这个凹陷的地方就是 然后再下0.5寸 就是围抱穴 就是这个区域 找到这个区域 我们把手指并拢 就这样 稍稍用力点按 每次15分钟 也可以用全眼 按油 小孩每次点油的时间 5到10分钟就可以了 除了可以用手 也可以用擀面杖来按油 然后擀面杖来一端 顶住五书 围抱这个区域 就这样做顺时针的旋转 就可以了 常常点油这个区域 对女性也是非常好的 可以调筋子弹 可以作为妇科保健的常用方法 如果你会挨揪 也可以用旋揪的方法 刺激这个区域 温和揪 每次15分钟 我们坚持点油这个区域 可以疏通沙胶 调理 干气范围 可以温筋散寒 力打输缸 补匹益胜 对提高养胃的功效 很有帮助 这个小方法很简单 养胃多时 效果也不明显的朋友 加上这个方法 坚持做 相信对你会有帮助的 大家好 我是庄老师 皇帝内经说 心者君主之官 神明初见 我们从出生开始 心脏就不停的运作 所以我们要保养好心脏 心脏才能更好的运作 才能更好的和其他丈夫相互协调 今天给大家介绍三个养护心脏的穴位 只要我们有空的时候 多按一按 游一游 可以安定心神 清新去火 保护心脏 第一个穴位 瓜式心穴 心穴 在我们手背上 第二掌骨 摇侧 是我们的心脏投影区 就在这里 找到位置 先刮是十上 然后我们在这里 仔细寻找疼痛敏感点 这个疼痛敏感点 就是我们的心血 我已经找到我的心血 就在这里 找到心血 垂直点压 一压一松 为一次 左右心血 各点按三分钟 第二个穴位 是劳宫穴 劳宫穴位于我们手掌 脚劳宫穴的方法 也非常简单 把小握拳 中指 所指的位置 就是劳宫穴 找到位置 我们可以用手指 也可以用工具 压住劳宫穴 然后旋卷 按摇劳宫穴 五分钟 这样按摩劳宫穴 有清新去火 开灶醒神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 内关穴 它位于我们手腕横纹上 这里是手腕横纹 手腕横纹上两寸 也就是三个小指 在两斤之间的位置 就是内关穴 内关穴是我们心神的位置 有凝心安神的作用 这个穴位的按摩时间可以长一些 每次十分钟左右 好 以上的三个穴位都可以随时随地按摩 每天两到三次 能安定心神 养心护心 好 今天的内容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支持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钟老师 其实脏腑好不好 在脸面都会有所反应 因为脸上 有我们五脏六腑的反射区 额头是心区 额头上面的印糖 大概印糖这一块的区域呢 是代表肺 肝呢 是在我们两侧 这里是肝 这里也是肝 鼻子尖头呢 就是代表皮 那么肾的反射区呢 就在我们嘴两边 还有下巴 一 心躯不好 有些人额头 这个区域 颜色比较深 二讲洞洞 那就说明心躯不好 心脏不处多 垃圾比较多 我们可以多拍打 我们的手臂 心筋和心包筋 都经过手臂 我们拍打手臂 主要拍打 手臂中间偏下面的那一段 这一段呢 就是心筋和心包筋 经过的路线 我们从上臂 往手腕方向 力度是中的拍打 就可以了 左右手臂各拍打十分钟 长长拍打 可以增长心脏功能 帮助排泄 心脏毒素 排心肺垃圾 每次左右各拍打 十分钟 二 肝躯不好 就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常常讲帮 讲疙瘩的人 可能肝打 或多或少 是有些问题 平时多见的 就是肝躯 有黄鹤帮 还有常见的青春痘等等 这都表明肝火旺盛 这时候可以拍打夜窝 来帮助卸肝火 我们手握空心拳 用拳眼 力度是中的抄打 左右各抄打一百下以上 肝脚具于夜窝 拍打夜窝 能够卸肝脚 保护肝脏 三 肺躯不好 就在这个区域 有些人肺功能差 一般呼吸道也不好 常见的就是鼻子不舒服 还有 肺主皮毛 肺不好的人 皮肤都会没什么光泽 尤其是肺躯的皮肤 这一块明显粗糙 这时候可以拍打 脚窝 肺脚 距离脚窝 常常拍打脚窝 就能排出肺部垃圾 拍打的方法 可以用死角 也可以用空心角 左右的脚窝 各拍打一百下以上 除了拍打脚窝 也可以直接拍打云门 中腹 云门就在我们锁骨 上面的锁骨窝 中间 然后再下一横指 就是中腹的位置 我们只需要用全面 这么一拍打 这两个穴位就可以拍打到 这两个穴位是宣肺里气的穴位 对提高肺功能很有帮助 左右各拍打 五十到一百次以上 三 脾区不好 脾区就是我们鼻子 鼻头的这块区域 如果脾头红 有洪水丝 或者有色素 各大等 提示都有脾胃问题 这个时候可以推幅 从松口摸的位置 开始推 稍稍用力 一直推到脂骨的位置 反复推十次 再推左右侧腹各十次 由此反复 一直推到整个腹部 微微发热 常常做推腹 促进脾胃区血液流通 健脾开胃 四 肾腻不好 肾腻就是在这块 皮肤有发压 皮肤有洪水丝 下巴多洪点 疙瘩 往往提示 药不好 或者肾气不足 这个时候可以拍打 神爵和命门 操作的方法 一边手放在肚脊下 一边手放在命门上 就这样 一只手拍打神爵 一只手拍打命门 反复的拍打 每次五到十分钟 好 以上就是关于 五脏六腑 在脸上的一些 不好的表现的处理方法 大家都坚持做 对五脏六腑的保养 非常有帮助